但是還蠻容易理解的 頂多就是多加了一些 蓄持物件 所以未來呢 可能你們在下一個階段 假如說你希望你的VBA能夠功力更提升的話 會遇到就是多工作表的問題 跨工作表 我們已經跨工作 但是多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或資料的交換 其實當然會相對複雜 不過也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跟我們目前這階段 的邏輯 還有應用的方法都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個用蓄積物件 這部分的話因為難度也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 我是把相關課程切割 我們目前是比較入門的 那後面還有個進階啦 不過進階我是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 已經把入門課程缺的差不多了 他覺得自己還有那種 想要再提升的這個部分需求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考慮看看 那進階課程當然不是每一期都有開啦 我預計大概都是 大概兩三期四期再開一期吧 因為主要原因 除了我自己的時間之外 還有就是大門同學 大門同學問我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學進階班 我大門就說你先確定 你已經把入門班的東西學好之後 再說吧 OK 不然的話呢 如果學著已經很痛苦了 再學進階班可能更痛苦 但是如果你已經學好 你會發現完全是不一樣 工作上面整個你會覺得非常的有幫助 好那剛剛部分就說 第一個消負明細預先已經有資料了 可是有種情況怎麼樣 裡面假如說完全空的 如果完全空的 那你直接A1Ctrl向下 完蛋了 怎麼樣 直接就到最下面去了 那再把它加1 程式一定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像這個單號 我直接從1開始好了 像這個狀況有沒有 怎麼樣 如果我沒有做邏輯判斷的話 他會直接怎麼樣 直接應該就卡在哪裡 卡在這裡 為什麼 R65536有沒有 加1 那最多65536 你看加1 根本沒有這一列 因為我們這個檔案是2003的 所以它是相容模式 那當然這個地方一定掛 所以怎麼辦 這個地方你恐怕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if什麼呢 如果這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從第二列開始 這裡是空的 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是range的A2 可是問題你還要再多敘述一個是 序齒消耗明細的rangeA2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能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那個序齒裡面的那個 消耗明細的A2 裡面怎麼樣呢 是空的 如果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表示說怎麼樣 他這個表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做什麼處置 反之做什麼處置 and if結束 其實我的習慣是 一定會先把這個先打完 就是if的邏輯架構先打完 然後把該搬的搬到裡面去 這個應該是L10 就是說當那個什麼呢 這個裡面的A2 這個應該是A2才對 A2儲存格 就是這裡面呢 如果是空的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地方剛剛我們應該寫在L10裡面 那另外的話這邊的話就是R 直接跟他講說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表示這個表裡面 消耗明細表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那我們就從第二列開始就可以了 好啊這樣寫法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寫法好像似曾相似有沒有 蠻多地方其實都會這樣判斷喔 所以這一招你可以把它學起來 以後蠻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如果那個表是空的 那以前我怎麼樣知道那是空的啦 想過很多種方法 後來發現喔這個方法最簡單 乾脆判斷 A2儲存格就好了 所以呢這個地方剛剛出錯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搬回來 那VBA有一個很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的那個程式可以拉回來 可以倒車喔 那這種除錯 跟其他程式比起來這實在太方便了 如果你有寫過其他語言的程式像Python 或者你寫過C啦C++啦或Java都沒有這個功能 這個VBA太好用了 還可以倒車 倒車什麼意思 錯了沒有關係 我寫完了我直接拉到上面去 F8 有沒有他就幫我怎樣 直接執行 然後 剛剛錯的地方我已經修正了 那修正之後我再做一次 看看會不會OK 你會發現這一行剛剛錯對不對 現在會不會錯 沒錯了 為什麼因為R現在等於2 意思就是把這個輸出到 第二列 所以這樣的話清空 加1 變2了 結束 看一下消貨明細有沒有第1筆資料 有沒有 結果就OK了 當然啦 如果你這樣在 在第2筆的話 應該他就 會用R 等於 向下追蹤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 第2筆記錄的話 如果你在 把它 新增的話 我看一下他應該這邊設一個中斷點好了 然後 再新增 你會發現 他就 不會跳這裡了 因為 A2裡面 已經有東西了 有沒有這個消貨明細的A2 已經有東西 表示 這邊有資料了 那有資料呢 他會怎麼做呢 他就向下追蹤 所以追蹤的話 是從 A1 向下追蹤 追蹤的話 得到的結果 R是多少 3 有沒有 所以他又從第3列 幫你再放資料下去了 有沒有 資料說過來了 並且把那個資料清空 不過你在除塑的時候記得 那個工作表切來切去有時候 你要切對地方要切回來不然的話 清到另外工作表去了 然後再把它加1 OK 這樣的話 就完全正確 所以第1個 假如未來 你這邊呢 如果完全是空白的 消貨明細表 你可能要加一個邏輯法 否則會發生錯誤 那這個是 同學問到的第1個問題 本來我可能只有寫剛剛那一行 後來 對 如果裡面 假如說完全是空的 那一定會出錯 所以呢 我們這個方法就可以解決 如果完全是空的 的問題 那第2個 同學說 老師可是平常 我們的工作裡面那個 訂單編號沒有這麼單純 通常是什麼 ABC 或者是 XYZ 00 假設我們是 假設我們 S0003 這樣好了 假如說我們是 前面是一個英文 後面是 是嗎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單號加1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它這個文字 那文字你要把它加1 很抱歉不行 文字沒有 不能做加減乘除的 所以這個裡面你可能 如果說假如說 我這邊 直接做單號 假設 那我比如說我這邊 你會發現這個後面的應該又會有個BUG 什麼BUG呢 就是我如果執行 新增 會怎麼樣 卡住了 你會發現卡在哪一行 增錯 我也特別注意 如果你程式發生錯誤 你不要緊張 直接按 不要直接結束 請你按增錯 然後呢你慢慢要學會的 就是 如何把那個問題解決 你才有辦法把功力提升 因為 除錯 也是 學習VBA 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那個錯誤找出來 那以後你怎麼 你如果 你不可能說每次寫都一次就對了 所以 找問題的答案也是 很重要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 不能夠 出錯 他會跟你講說 什麼 形態不符 形態不符 什麼形態 計算很簡單 這個是文字 文字的形態 是不能加一的啦 文字是不能運算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運算的話 一定要給他是一個數字 那問題來了 我怎麼樣可以剛好一個數字 特別注意喔 那因為我要加的部分 是在 這個 S 0003 前半部 不運算 運算的主要是後半部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文字跟數字分開來 把數字加一 最後再把它跟 文字串回去 就可以 比如說S 000 先把S 跟003分開來 用0003加1 003他會自動轉成3 加了1之後 變4 再跟S串 不過因為 你S 那個0003加了1之後他變成4了 他就沒有000 所以你再把它怎麼樣 數字再轉回成 4嘛 再跟 S串 才可以喔 所以這一題 其實難度 又比較高一些些 不過 很多問題啦 其實說建招拆拆 像 我雲端放的所有問題 都是自己想出來的辦法 這裡面每個地方喔 都是我自己用 自己的方式去把答案想出來的 所以有的說就是建招拆招 如果你遇到問題夠多的話 你解決的案例夠多 以後說真的 真的可以建招拆招了 而且喔 什麼沒有 考不倒你的問題 不過可能你要經歷的那個 那個關卡要夠多 你才有辦法提升起來 所以這一題也許你可以想想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這個部分加上去 銷貨明細也許你先把裡面清空 來換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再來等一下看一下就是那個 如何把那個單號 做的稍微複雜一點點 這樣的話呢如果OK也可以過的話 那其實 工作上很多問題真的全部都可以自動化了 其實目前看起來 其實以VPA來看 幾乎你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我敢跟各位講 大概幾乎都可以解決了 也就是說全部都可以自動化 那如果這些你都會自動化 工作效率其實自然就提高了 所以你會發現你工作的時間 就真的變少了 那你會多出很多時間 就可以再去學習 或者是你可以做 你應該做的事情 不過大部分同學我遇到 以前上過我的課同學 就是會再把時間 再 拿來學程式 所以他的功力 看得出來 一直不斷在提高 所以這個正向的提高之後的話 反應他的專業技能也提高了 再來的話他的機會 還有他未來升遷了 還有他的那個 薪資待遇 其實也當然也不一樣 OK所以當然這是一個正向的 請各位 也許慢慢的 一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 可以把它克服 慢慢的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的改變 好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 剛好是S0003 那我怎麼樣可以把它加了1之後再把它存回去 還會正確